總之呢,我是Many Jr. 然後在W叫MG,然後她是Zas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分享我們今天下午 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做立委的投票指... 議員投票指南的一些下TAG的工作 那兩個都會寫成事 那當然我們不會承認我們是為了這個T-shirt 所以做了這個工作 簡單跟大家說一下,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找提案裡面 就會發現在提案裡面有 點進每個提案之後 它左邊其實是可以下一些提案的TAG 讓大家更了解提案的內容 而不用進去提案裡面去看一些很工文式的文字 就可以了解 那被納入這個提案裡面的東西呢 就會呈現在這個候選人這邊 你可以很快速的去越南他曾經提過什麼案 然後快的了解他可能跟你所關係的事物 到底是不是同樣的立場這樣子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一開始做的第一個貢獻就是 試圖登錄這個議員投票指南 之後發現了一個小小bug 就是我平常只要他要我用social media登錄的話 我都一定會多手的點開那個你要share什麼資料 然後把這個email address的部分給GoGo的取消掉 然後一旦你取消掉的話 其實那個議員投票指南就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辦法登錄 就沒有辦法輸入 所以我們今天一開始是在就是解決這個問題喔 所以就跟大家說一聲 如果現在想要使用議員投票指南的話 千萬不要像我一樣把這個GoGo取消 暫時還是先保留這個藍色的GoGo這樣 這是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我們其實完成了45個proposal的tag部分 那稍微看一下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呢 因為我們做的是台北市中山區的部分 主要是就是他家住在中山區這樣 那裡面大部分是關於居住正義實案 這是最主要的 然後還有一些是校園安全 跟大巨蛋的停車場這種大型建設 然後也有禁老金跟監視器的一些議題 那除了跟市政提案相關的議題之外 也發現一些台北市以外 就是不侷限於市民的議題 包括就是在說同志遊行的時候 市府是不是要掛彩虹旗 然後我們也發現說 所以2016年這個提案通過之後 16年的確正在市府有升起彩虹旗 那比較可惜的是今年不知道為什麼沒有 所以就出了這個評論 然後裡面也有一些 譬如說要求中共立即釋放法輪功人士 像這樣的提案 然後這個也是通過了 然後也有聲權釋放李明哲這個提案 這個提案也是通過了 但是我其實沒有看到相關報導 這我覺得蠻神奇的 那還有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因為我家楊真可愛的狗狗 然後有一個提案是說 要設置頭臂式自動洗狗機 我第一個想像畫面是這個 這樣真的好嗎 所以其實是長這樣的 就是看起來像這座洗狗機 其實還是忍在洗 它只是它把它有個空間 像洗車一樣有個空間 讓它可以去做 那這個提案我們看一下 欸我忘了看 它好像是通過的 對它是通過的提案 那其實這個下的tag也是蠻有趣的過程 因為你可以下得很四平八晚 但是這個提案是在講 台北市可不可以代燒外線式的垃圾 然後它其實蠻符合這個垃圾部分 因為那個時候有一個很大的打率 所以它其實可能也可以 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現 那但是如果你們不同意我們的tag的話 你們就可以在上面 自己新加領子的tag的方式 來跟我們有一個不一樣的討論 那總之呢 據說我們今天已經成為了 議員投票指南所輸入這個No.1 謝謝大家